哈纳提·别克特·穆巴耶夫 是一名在新疆经商的哈萨克斯坦籍商人 2009年 哈纳提通过和上海的企业合作 出实中国市场 尽管有上海的合作伙伴做依托 但仍然无法让哈纳提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国市场 之后他查阅大量英文资料 了解中国 了解新疆 期待有中国的企业 朝一日能来新疆发展 但是当他2016年 初次到新疆后发现 中国的现状跟自己查阅的资料 完全不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来讲 16年9月,哈纳提借助新疆中亚互联国际孵化器的平台,成为正式入驻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斯坦企业之一,享受到由中亚互联国际孵化器提供的工商、财税、法务、甚至到招聘和办公室租赁等一系列的服务。 此外,在富化器平台的对接服务中,哈纳提为自己所在的哈萨克斯坦农夫产品领域中有着27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马斯洛德公司不仅打开了新疆的市场,还找到来自重庆、北京等地的合作伙伴。 ,并 Money Salas发生所不知的 和自给队共同优体面的新疆为我真正的平台建序来的 利益也得有作伙伴。 哈纳提告诉记者 新疆在打造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中 不断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开行的中欧班列规模不断壮大 欧洲 中亚和中国市场都因为这条班线 激活了沿线市场的贸易 享受着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经济红利 哈纳提观察到 中国商品销售模式除了大型商超 批发市场 店铺零售等传统形式外 线上销售占据着一定的比例 他还注意到 不带现金的中国人 手机支付在购物 共享单车 医院挂号 甚至公共缴费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2018年开始 哈纳提和西安一家外贸公司合作 通过网店进行销售 他打开手机便可查看 目前线上交易情况十分方便 网络销售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 根据马兹罗德公司提供的销售数据显示 就实用油销售而言 公司销量从2016年的600吨 上升到2018年的1.5万吨 哈纳提现在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但是他仍然坚持每天了解市场行情 哈纳提表示 中国的市场非常成熟 可以说买卖双方都有着规则 要做的就是遵守这里的法律 遵守这里的市场游戏规则 在中国市场发展需要持之以恒的心态 唯有坚持才可以成功 他还说新疆是个好地方 刺激分明 这里有美食 这里的百姓热情 气候等方面接近哈萨克斯坦的气候 哈纳提的妻子2017年来到新疆 现在他和妻子计划 让儿子在新疆上幼儿园 新疆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三年来 尽管在打开中国市场中遇到了各种困难 哈纳提却认为 作为中国市场的新人 仍需要不断去更新食品行业的知识 不断去创新思维 他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将有越来越多的哈国企业 走进中国 走进新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中国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中国市场